來看很難得的古蹟保存 獲得國際的獎項 這是屬於二級古蹟的台北保安宮 剛剛獲得了聯合國的亞太古蹟保存獎 所以呢 現在邀請了對岸的保生大地來台灣相會 並且這幾天還舉辦兩岸道教神職的 學術研討會 分開三百年 兩岸的保生大地 頭一遭通台出循 不只是熱鬧的繞緊裁接 二級古蹟的保安宮 更開啟了兩岸道教研討會 透過傳說儀式和藝術圖像相互交流 那我們是希望不要把宗教 一直往這個迷信的路上走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每一個神埔 它的這個源流來做一個介紹 台北的保安宮 幾乎已經成為保生大地的信仰中心 現在除了智力學術研討 導致過去民眾不正確的宗教官 還舉辦研習活動 要和大家更親近 我們也同時辦這個小朋友的學生比賽 那還有這個攝影比賽等等 都是為我們保安宮來蒐集很多的這個資料 這麼多的努力 無非是要讓傳統建議不失傳 也讓民間信仰能夠結合學術 遠遠流長的保存下去 民視新聞年輕易關 溫海台北報導